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有机人民反应 那我是第二次录这个贝克曼冲反应 因为我刚才录了一遍 然后但是忘记了开打开这个录制的按钮 所以心好了呀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很多同学可能跟我一样 然后见过贝克曼冲牌这个反应很多很多次 我们常见的一个套路呢 就是记得它能够从窝呢 变成我们对应的一个同分一构体 或者叫互变一构体 叫做它的鲜鞍的对应的这样一个物质 啊窝的合成 一般是你可以通过抢鞍与铜去反应 那这样一个反应所对应的 右边这个红色圈圈圈圈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对应的贝克曼冲牌 它需要酸做催化剂 当然你的酸可以是质子酸 也可以是路易斯酸 这个反应的历史呢 非常悠久 1886年其实就已经去有这个反应了 那这个反应 呃开发出来之后呢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选择性 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其实得到广泛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早的出版的时间 应该是1886年的这样一个欧洲五级化学杂志 那我们的肌理呢 也可以用酸性 也可以用这个质子酸 也可以用这个路易斯酸 那质子酸的情况呢 你会发现它的立体选择性 在这就能够充分的到体现 我们想让这个呃 抢鞋要离开 然后RG要迁移过去 对吧 本质上其实是有一个 R1迁移到了氮所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R1和氮连在一起 R2和这个呃 原来的碳呢 是并没有发生改变的 只是淡和呃 淡碳双剑变成了这个呃 氧碳双剑 好 那这个过程怎么实现的呢 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个R1的迁移 那谁是R1或者谁去迁移呢 一定是这个抢鸡所在的一个叫trans 叫做反式的结果位置 那你用酸催化 其实是为了增加这个OH的离去性 因为OH负自己是很难离开的 好 我一旦酸化变成这个OH2症 这样一个养炎之后 R1就会迁移 主要是反式的迁移 一定是反式迁移 迁移过去之后 我们此处会有一个应该用翻括号圈起来的东西 这是一个共振的结构 那右边这个共振是会更好一些 因为他相对来说 每一个原子都达到了8电子结构 而左边这个虽然是碳带正电 但是碳其实是没有达到8电子结构的 好 那随着水分子的过来 因为你这种呃三件 那氮是一个带正电 然后下边这个碳又缺电子 呃 碳氮三件肯定是不太好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的OH会 过来 或者OHRO一分子水会过来 注意到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拖了一分子水对吧 所以这一分子水 那其实还在前面那个地方 一直在晃来晃去啊 它会有可能再回来 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里边 其实没有真正的消耗掉水 好 那这样一个水顶上去之后 我们去拖去质子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呃 类似于吸醇的东西 因为你把这个碳看 蛋看成碳的话 那你其实跟吸醇是一样 吸醇当然可以互变成我们所对应的这样一个鲜安的结构 所以非常方便 呃 对于这种非质子溶剂呢 非质子的这种酸或者叫路易斯酸 我们一样的结论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再用质子来去增加这个OH离取性 而是用这个比如说四氯化鳞 你会形成这种呃四氯仰鳞 然后四氯仰鳞离开后边都完全一样 我们不再具体解释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离去的时候呢 是R1去在反噬进攻过去 所以有点像我们之前所经常提到的SN2反应 那这样一些机里有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这是一个呃 souvent free的用三氯化铁的催化作用啊 你可以想到这个过程 为什么我可以souvent free呢 因为从左到右虽然它是一个呃 那看起来中间有水参与的过程啊 但是事实上你从左到右的过程 我并没有真正消耗水 只要有一点点的水或者是水蒸汽的参与 那其实这个反应就可以不断的进行下去 所以非常方便很绿色的一个合成 因为我可以不用容器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呃 刚才说过 它有非常好的立体活性 那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非常流行的 就是我们去看一下 那什么东西可以发生贝克曼重牌 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这种普通的锡件 也可以去发生贝克曼重牌 而且你的这种重牌的产率啊 其实不一定比这个呃 饱和的碳 这个饱和碳 我们用绿色的吧 这个你看这是饱和碳去抢击 处于反尸 然后这锡件呢 是与这个呃 抢击处于反尸 那反而是用这种锡件 或者锡听直接去迁移 会反而更有更高的产率一些 那当然你所用的条件会强一些 比如你这里边用的酸是多聚磷酸 那另外我们可以去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也许本机也可以迁移 那本机的迁移 其实当然已经很早被报道过 1952年的JAX就有报道 而事实上上面这个反应 也是1952年JAX最早提到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本机给迁移到弹上 那例子三呢 就叫做这个异常的贝克曼重牌 为什么叫异常贝克曼重牌 我们前面见到过 你在R1迁移过去之后 其实这有一个碳证 或者弹证的这种公正式 那如果R1足够稳定的话 R1可以直接作为一个碳证离子离开 这边我就直接得到了一个筋了 或者情机是不是很方便呢 是 而且这个可能性会非常大 当然我们有个前提 就是R1要是一个稳定的碳证 因为这个如果碳证不稳定的话 我是没有可能去这样 直接自己断开去走的 因为从热力学上不太可能 我们这边这个 下面一个新的例子 就是这样一个体现 你可以看到我们本来之前有一个窝的结构 那么窝的结构呢 我一旦这个左边这一坨啊 这个碳证R1 那这个R1它去 前一道弹上之后 如果它断开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绿色点点的位置 就这个圈圈圈住的地方 是一个三级碳的碳证 所以非常非常稳定啊 那我直接就可以让这个反应结束了 我们得到了一个三级碳证 你就得到了一个晶 所以这个反应呢 就会可以用在这个方面 怎么验证它呢 事实上有人做了一下验证啊 我们可以去用左边红色和黑色 这两个底屋去做贝克曼冲牌 但是我混合在一块 红色这个东西 当然我这一坨可能会迁移过来 因为我处于抢击的反噬嘛 我们会有这个过程 那但是这个黑色这一坨呢 它也可以啊 我自己这一个东西 我可以 我们黑色圈圈住啊 这一坨东西可能会迁移过来 然后把OH给顶走 也是有的 你会对应的红色产物和黑色产物 好 那事实上也会有一些异常 比如说 黑色这个东西啊 也可能会连到红色的右边 这个东西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间之前迁移的时候 其实我会有对应的这种碳证离子生成 比如这个黑色的碳证和 上面这种碳证 而且他们都很稳定 它可能会是有一个游离的碳证出现 那它想打水就打水 这是一个异常的贝克曼冲牌 或者说我们这种交叉贝克曼冲牌 所对应的一个原理 那我有稳定的碳证呢 也许这些事情就可以发生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时代在召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